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來到胸平記的下集 如果你還沒看上集的話,記得先看 如果你看了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下集 接著就到頭髮用品 其實我一直以來染頭都是染灰色的顏色 這些顏色是要很辛苦去維持的 令到它一路都是比較灰色的 就要用一些有顏色的Shampoo 大家看到了,是這一類這麼深色的 好像蜜水一樣 我自己覺得這一種的洗頭水 我不會期望它有清潔頭皮的能力 所以我會另外再用普通洗頭水洗一次頭 然後再用這個洗頭水去令頭上色的 總之一天我染這些顏色的頭 我一天應該都會瘋狂回購它 我已經買到第三支了 上年夏天我染了紫色頭髮 其實好像保持了幾個月 是不是染一次就做到這個效果 或者用這個洗頭水就已經可以保持紫色 是不行的 一直以來我都是用Etude House的染色膏 染髮膏 染髮膏 就是用來保持紫色 這支1號色就會是比較鮮艷的紫色 然後這支6號色就會是比較粉毛的紫色 都想到色的 只要你的頭是漂得夠淺 還有你用它的時候 是留久一點的時間 就真的可以出到紫色出來 但效果就可能只有一個星期左右 還有份量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好像我現在這個長度 一支就一定足夠了 但如果好像之前我去到差不多空後位的話 其實一支真的很敏水 差不多要一支再多三分一支 才可以好好地染到整個頭 還有自己染是很難染到均勻的 我不是說一定不行 但我還沒試過可以 我是要男朋友幫我好像外面染髮一樣 一邊塗一邊塗一邊塗 才可以上到整個頭比較均勻的顏色 所以這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然後就到這些的菊油 我在日本買的 但我發現香港其實也不難買到 我就覺得如果你不像我這些 瘋狂飄染 又經常夾頭髮的髮質 用它們就真的可以做到一次深層極油的效果 但是如果已經天天都做造型 或者你已經飄染過很多次 像我這樣 讀完中學之後 沒有試過黑色頭髮的話 其實它們就真的沒有太大感受 好 接著就繼續 我就瘋狂大推這些一粒粒的髮質油 其實這個就是普通包裝 然後我現在就用瓶妝 我最喜歡用的是紫色和粉紅色 它們是最香最潤的 如果好像我這樣受損的話 那我就會吹頭吹到一半 即是還是有點濕但不會滴水的狀態 所以才去塗它再吹頭 你會發現我真的會自己遮掩自己的頭髮 接著就有不同的髮網 這款Zubaki我就覺得太潤了 如果在冬天的時候 我的頭髮那麼乾 我可以由頭頂塗到髮尾 都可以的 但如果在夏天或者會出汗的日子 那就不可以了 就只可以由中間塗到髮尾 但我的頭頂還是乾乾的 我又不知道是否要分開用不同產 但我覺得有點麻煩 它又不是特別便宜 所以我應該不會再回購它 然後Essence這一枝 就比較中規中矩了 香港現在是不是有得買的 我都不太肯定 我在日本的時候買 我就覺得好用的 不錯的 柔軟的 但我還是覺得現在用的印尼髮尾 好用一點 接著就有這一款 我又不會讀牌子的名字 就是這個牌子 它是一個頭髮用的Sleeping Mask 就是乾頭髮塗完可以睡覺的 我很喜歡它的一個位置 其實它不算很黏 不會黏到枕頭 而且它裡面是沒有防滑劑 沒有人造色素 毛跡 有96%以上天然的成分 有些有機的JoJo Bar Oil在裡面 但如果一樣 如果你的頭髮本身是健康的話 有一點點痕 用它是得到一個非常不錯的滋養效果 但是自從我飄髮後 我發現用它 又是那種沒有起死回生 自己滑一聲的感覺 然後就到這一支的髮尾油 這一支我就在iHerb買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用它 如果我在iHerb買東西 又快用完 我都會訂購它 就算是我這些受損法則 你去用都會覺得有收穫度的感覺 然後就到這一支 嘩 這支如果你是元老級觀眾的話 應該對它不陌生 就是我以前瘋狂大推的韓國髮尾油 用完那麼久 我都還聞到那種 湧著來的玫瑰味 真的超香 而且它是超清爽的髮尾油 如果你要超強的滋潤 你就不要找它了 但如果你是外出的時候用 其實那個感覺都蠻開心的 就是你用了髮尾油 然後頭髮不斷拼的時候很香 但是你又絕對絕對不會黏 就算你塗完之後 你不會是一條一條頭髮 你依然是可以看到頭髮的 輕飄飄的輕盈感出來的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用它 但是呢 我真的除了韓國之後 都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買到 我好久沒去韓國了 接著就到一樣洗澡的東西 平時我洗澡是用鹼的 所以它會用到沒有空瓶 這個就是我平時浸浴用的死海鹽 這個牌子就叫WEST LAP 我在LOOK FANTASTIC都買的 雖然我現在是完全 給大家看看 我是完全沒有濕疹的 腳經常都看到的 穿短褲那些 但我都保持著去浸浴 因為浸浴對整個人都好 而且這個死海鹽是很天然的一件事 我不是很喜歡用那些不同的入浴劑 所以我一直都在用死海鹽浸浴 再加上擦樹油 終於說到化妝品了 化妝品會比較少的 因為我實在有太多 很少可以用得完 用得完通常都是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的 這個是我人生唯一一個用得完的cushion 對啦 持久力很好 妝效維持到差不多一天 我自己本身就不會怎樣出油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控油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用 真的有機會我會回購它 因為可以去旅行都帶出去是很方便 然後就對一個碎粉 這個是HOUR GLASS的碎粉 都應該不陌生的了 那我自己就覺得它的粉是很滑 還有上臉的時候有光澤的 它不會是那些一塗上去就冒死整個妝那種呢 不會的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 我推了很多人去買 然後我最近找到這個陳年的Tarte Concealer 它是可以用一粒米的份量 就已經遮住整個黑眼圈了 即是你的黑眼圈有多厲害也好 你都可以用到它來遮住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有一點厚重 而且以前香港是沒得買的 我找朋友在美國幫我買的 那我一直都用了兩三條的了 那突然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櫃桶底找回來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另一個Concealer 我自己都很喜歡很喜歡用的呢 大家都是聽到我說了很多次 就是Maybelline的這支海綿透 我喜歡用它的程度 是因為我分享過太多次了 就是Maybelline他們留意到我 寄了一些產品給我用 多謝你們 對 它是很滋潤的 我覺得不會是乾的 因為我用過很多遮瑕膏 一上去一笑 全部都是裂紋 但是它就不會 因為我的黑眼圈大家都看過 就是我一遮完黑眼圈 整個人的樣子都不同了 所以如果你是紅貓一族的話 真的試試它 但記住不是用一支就遮到黑眼圈了 你還是要用一個比較淺色的遮瑕膏 在黑眼圈的底線再做一個調量 才可以比較完美的遮瑕膏 也是有影片的 我有說過我怎樣遮瑕眼圈 大家可以去看看 宣傳一下 好了 我終於拍完了 幸好半年才拍一次這些空空上空平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辛苦 喉嚨都乾了 然後要儲很多東西 放一堆垃圾在家裡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系列的影片中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算我家裡有這麼多產品 不停買新的產品也好 總是有些愛到要永遠回購 而且大家會看到很厲害 用到這麼多東西 大家都可以有一點動力 去用回家裡的東西 希望可以帶到這個訊息給大家 用小的成就感真的很大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日6月就3日 逢星期日就12日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